第一阶段全国大封锁5月12点正式开跑 警察执法部队即日起将在全国各地设置800个路障 严禁民众跨州越线 并确保所有人只在居住地点10公里范围内活动 当局也再三提醒必须如常回到工作岗位上班的人士 记得申请最新的通行文件以免受到对付 国内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全国今天起到本月14号进入全面封锁 全国警察总长拿都斯里·阿克里沙尼 昨天在一场记者会上指出 警方会在全面封锁刑管令期间 出动来自军警部队以及志愿警卫队一共5万5千人 在全国各地设置800个移动核固定路障 这段期间执法人员将会严查民众手持的通行文件 包括疫苗接种预约等等 阻止市民违法跨州越线 当局将会全天后24小时待命 另一方面,雪州额麦警方今天凌晨时分在不同路段 增设额外四个移动路障,同时封锁两条道路 24小时抽样检查来往车辆 当局呼吁民众严格遵守行管限制,避免受到对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